中国平安昨天公布了去年度的业绩,这个存力只有7700万人民币,这个暗凉下跌了差不多97.5%,虽然这个业绩存力下跌的情况相当的严重, 不过主要原因就是这个公平市级日降的方期呢,他们过去投资这个富通银行的这个股权呢,有一个比较大的减值的波贝,所影响到它的存力有个很大的下跌,不过我预期呢,这个09年方面呢,他们在这个投资应该有一个比较好的表现, 主要就是在内地的股市呢,在今年呢,慢慢的反参过来,还有就是在未来一年呢,这波贝呢,有机会呢,很大很大的减少, 这两个因素呢,也对于这个中国平安呢,有一个利好的作用,特别就是在过去的两个月,两个月方面呢, 它的这个保险费的收入的增长呢,也是合乎市场的预期的,相信在这个中国平安,在未来的股价方面呢,有机会比这个大盘呢,要好一点。